一群人勾肩搭背从网咖出来 看似哥良好 但被驾着的男子却有点勉强 半推半救 原来他们是为了寻仇 将人带到暗象砍伤 两名男子匆忙逃离 随手就将凶刀丢弃在轿车底下 后来越想越不对劲 为了湮灭证据 两个小时后又开车折回 把凶刀捡走 但其中早有四名同伙招待 逃逸过程正巧被警方拦下 警车前后包夹 嫌犯无处可逃 远景拿着手电筒仔细搜索 警车的车就插在那台车的车头 然后就下来抓人了 我们是听到声音才跑出去看的 什么声音啊 不要跑回下 就这样的话我们要跑出去 四个年轻人被抓一个送医 星天三明路发生流血冲突 年轻人拿刀就砍 还丢信号弹攻击 手段凶残 现场遗留的拖鞋全沾满血迹 原来毕姓主贤和灵姓被害人 在脸书上互呛 灵姓男子还在上个星期怒砸对方叫车 引来杀鸡 毕姓男子掌握他的行踪 带着开山刀寻仇 灵姓男子身中六刀 右手韧带断裂 上个礼拜毕姓主贤的车子 停在台北市被这个灵姓的被害人 把他砸毁 主贤就伙同了五名男子 强压被害人出去 要讨风道 年轻人血气方刚 脸书上一言不合 被砍的灵姓男子先去砸对方的车 结果这一次被对方纠种报复 网路比赞变成街头跌线 记者刘盛温思汗 新闻收到